我之前翻唱过Penny姐的歌 姐姐要的祝福 我是2012年的时候 做的那个事情 当时翻唱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 就是挑的女歌手的歌 十首吧 左右 然后我很喜欢那首歌 然后当然是小宁做的 我觉得是一个 跟以前的我完全不一样 里面还有蔡建雅的歌 是吧 夜盲正 我记得 林依莲的《伤痕》 然后还有王菲的《天空》 还有很多其他的 我也做翻转 但我不是翻别人的 翻自己的 我翻自己的 我翻了我自己写给别人的 但我也还在做 你可以翻翻我们的吗 不敢 你那个痒应该怎么翻 朗诵啊 朗诵 来呀 快活啊 快活呀 我最近有写一首歌是 然后找着李卓雄老师 添了个粤语词 所以我现在想自己写一首 原创的也是第一首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你自己写的那个广东词你又不用了 我其实不会从广东话的思维去写词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其实本身发音就是需要后期再去练的 那你其实写广东话的歌你要带着那个思维从发音包括断句 就你要make sense嘛 就是所有都是按那个思路走 但是你会发现 两方言差很多 对 你像有时候我们听Beyond的歌 那里面那个词完全跟我们讲的不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之前翻了我唯一一次翻唱的就是发行的是 谭校长的朋友 刚好是在一个特别的时间 粤语 那个歌 因为在第一季的时候我就唱这首歌 也是在时光约会 就跟校长还有我们所有演技场 我哭得泪流满面 后来刚好有这个机会 那个香港的这个的庆祝嘛 所以说就唱了翻唱的朋友这首歌 我还专门打电话问他 我说我这个地方唱得不要标准啊 可以了可以了 已经很还可以了 有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就跟我说 但我想我都录完了 录完你才去问人家 你唱Demo的时候就问吗 不是不是Demo我怎么敢问他 就是也不好意思打搅他 我特别好意思打扰你 反正你到时候帮我听听看 好的 我觉得粤语最难是因为粤语有很多停顿的那些 有很多就是活语没有 没有这种对对对 没有那些避音啊避口张口的意思 是吧有避口 那伤呢伤心的伤呢 很用力练这个字 很用力有些人比如说讲四川话 我看有些有些电影 他很多人就讲四川话 但是我一听我就说太不标准了 你是成都还是重庆 成都人 什么是成都 成都 不是成都 我前两天在重庆 然后开演唱会 我是现学了几句 然后现学现卖在台上讲 那还很搞笑应该 对 你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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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像说的粤语 好 但是长度是 你 好乖 好乖哦 是不是 好乖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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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人家好乖哦 你知道吗 好乖哦 就是你好可爱哦 的意思 哦 哦 好乖哦 好乖哦